我們現在要來介紹 以聖筆的寶鞭鞭製的葉子 聖筆的寶鞭基本上它會有一個特質 它会是一个左右各上下两颗猪子的一个状况 我们首先先加四颗12零零小猪 由下往上回穿两颗 那这样子就会变成是有一组上下各两颗的左右的 这个一组的这个四颗的四边形 田字形的猪子 那接下来我们一样加四颗 刚才是加四颗 现在一样加四颗 然后再一样由下往上回穿第一二颗 两颗回穿两颗 那我们现在编制的是这个叶子的这个中间的这个部分 就是这个有共用的竹子的地方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加两颗 两颗日本小猪 然后隔最后一颗反方向回穿 刚才加的第一颗竹子 那我们刚才这个线 目前这个线是由左手边的这一侧上来 那我们现在要由右手边回穿四颗 有没有注意到这里有一个缺口 这里两颗右侧是开开的 所以我们要回穿它全部 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要上下颠倒 刚才我们在编制的时候是这个方向 刚才最后夹了这个竹子 有尖尖的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要把它转到下面来 那这个右手边的是我们要继续编制的线 那左手边就是我们一开始留的60公分的那一部分 那个我们等一下要编另外一次 那接下来每一段都是同样的做法 这个的话就是这里比较特殊 因为这个是我们基本上圣笔的宝边 它都是这样子两颗一组 就是左右左右各上下两颗柱子一组 那这个因为中间的这一组 我们是这一组是这两颗是右边的这一组的 那这两颗是左边那一组的 所以基本上右边这一组我们只要再补两颗柱子 就是一组的 所以我们加两颗柱子之后呢 由下往上回穿 这边的左侧的这两颗 上面的那两颗 那记得尖端要朝下 那我们发现到在这个地方 它还是会开开的 所以圣笔的宝边都是这样 加了四颗回穿两颗之后呢 要加一颗挡珠 它就是要回穿 那加了这颗之后 我们这样子才可以回头 转向 所以由上往下回穿 三颗柱子之后 好 我们要再回转 再往上穿上去 但是如果在这个地方直接穿 这里会 线会跑出来 露出来 所以我们再给它一颗 日本小柱之后 再回穿 由下往上回穿 跟右侧的这两颗柱子 右侧的这两颗柱子 我们一样就是为了要让它这个段一段之间能够结合起来 所以我们要加一颗挡珠 右手边往外再出去 那如果我们直接这样过来 这里会有一条线非常的明显 所以我们再加一颗日本小柱 再回穿外侧的这两颗 好 这样子的话它才会 因为四颗的时候它是一个直线 那我们要让它变成一个甜质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回穿 现在加的第一二颗 前进两颗 然后要把这个珠子推到我们的支带的这个部分 不可以离这么远 好 那因为我们这一段跟前一段之间 它是开着 好 刚才才把它推进来 这是开着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密合起来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回穿到这边来 那要回穿就一定要加一颗挡珠 再由上往下回穿 好 这一段的两颗 以及前一段的一颗 总共三颗珠子 那要继续往前边 要从这边走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 为了让线不会很明显 再加一颗珠子 然后再前进这两颗 好 以这样的方式来继续编制 那我们来算一下 目前我们做了几柱 来看一下 这边是另外一侧的 那这里我们可以算 一二三 这里总共有三组了 那我们总共要编 六组 总共要编六组 像这样子 我们已经完成了六组 一二三四五六 总共六组 那最后线会是在最后一组的右侧 因为回穿回来之后 会在右侧 那我们就把这条线先停留在这个位置 我们现在要以起端流的这个六十公分这一左侧 来编以同样的技法 来编另外一侧 那这个是起端流的六十公分的线 那因为一样这个是这一组的一半已经先完成了 那我们现在要来编这一组的这一组的一半 另外一侧 所以我们只要加两颗的珠子 记得这个中间的这个是等于是组合起来的位置 所以我们已经刚才已经先编了一半 那我们等于是加了两颗之后 回穿 由下往上回穿 右侧的两颗珠子之后 怎么样 是不是一个四边形的田字形出来了 那我们一样加一颗挡珠 再由上往下回穿 这一段的两颗 以及前一段的一颗 总共三颗珠子 之后再加一颗 一样回转加一颗 然后再前进这个右侧的两颗 那一样都是以每段加四颗珠子 每次加四颗珠子 然后由下往上回穿 第一二颗 回穿两颗 第一二颗珠子 之后呢 因为要把这一段跟前一段密合起来 所以我们要把现在加了这四颗珠子 推到我们的支带这边来 再加一颗挡珠 然后由上往下回穿 这一段的两颗 以及前一段的一颗 总共三颗珠子 然后再做回转 因为我们要继续往上边 那再加一颗珠子 再回穿这一组的右侧两颗珠子 再继续往前走 一样的继续编 以这样的计法 一样连速这一侧也要完成六组 像这样子 我们已经两侧都各编制了六组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部分结合起来 像这样子 这个上面要结合起来 所以我们要在任何一侧都可以 那就是先加五颗珠子 现在我们在右侧结束的线 这边这条线 加五颗日本小珠 接下来我们要由 目前左侧线的位置进去 这三颗 目前左侧的位置 左侧线的位置 最外侧的三颗进去 那一样要回穿这一组 到这里啦 那我要再往回走 所以我要前进这一组的 右侧的三颗珠子 不是四颗哦 因为它一颗是挡珠 所以我只要前进三颗珠子就好 三颗 接着再回穿到刚才加的珠子 我要前进 因为我们刚才加五颗 那我要前进到它的中间珠子 所以会是前进三颗珠子 三颗 那这样子是不是我们在这个 叶子的上面已经结合起来 已经结合起来 但是我们现在要做叶脉的部分 像这样子 这个叶子有叶脉 这个有叶子中间的部分 那我们等一下要直接加七颗珠子 这里 一二三四五六七 加七颗之后来前进这里的一颗 那这个部分是由中间算起来的 这一组不顺的话 上面两组的位置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 直接加七颗珠子 我们现在加了七颗珠子之后 我们要直接前进到这个位置来 这里是中间的地方 那它上面的第二组 由中间算上来 这里是中间的地方 那这是下面上来的第一组 第二组 我们要在第二组的位置 把这个回转的那一颗珠子前进之后 再回穿我刚才加的三颗珠子 三颗珠子 只有回穿三颗珠子 那要拉紧 要拉紧 要拉紧来 接下来再加五颗珠子 那这一次我们要前进的是另外一侧 在中间的右侧 从中间上来的这个最后一组 等于是第一组 第一组 那这一次我们一样要回穿三颗珠子 对不起 三颗 刚才加了珠子的三颗 三颗 勾住那个中间上来之后的 右侧的第一组 然后回穿三颗珠子 有燕麦形成了 好那我们再继续加五颗珠子 加了五颗珠子之后 这个部分我是要回穿中间的这里 中间的这个 右侧的这一颗 然后要继续往前走 要继续往前 两颗 或者是三颗也可以 往前三颗 所以总共会前进四颗珠子 i know that i'm dying because of you by bwd6